这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社会焦点 今天凌晨时分花莲出现着民众闯红灯 但是被警察拦下去拒绝受检 最后是一路猛踩油门 往着花莲市区加速逃逸 最后还倒车朝着警方冲撞 逼得远警立刻拔枪朝车子连开12枪 但是驾驶却趁机弃车 最后逃逸不见踪影 巡逻远警连续开枪企图 制止驾车冲撞警方的白色轿车 没想到驾驶继续猛踩油门 倒车逃窜 下来 下来 我一个弹架打完了 那边有路吗 花莲县新城分局远景 11号凌晨1点多 执行巡逻情务的时候 在台九县金色街口 发现一辆闯红灯的白色轿车 警方力情鸣敌 追上蓝茶 轿车驾驶不但拒绝受检 还猛踩油门往花莲市方向逃逸 警方一路尾随 同时呼叫警力支援 白色轿车窜逃十几公里 最后钻进花莲市旁一条 尚未修建完成的防训道死路中 远景建驾驶有冲撞警方之行为后 立即拔枪开枪制止 共计开十二发 该车随即倒车加速逃逸 再离开现场约一百公尺处 不慎治状路旁十吨 导致翻覆制草丛 驾驶立即汽车逃逸 远景连开十二枪 白色轿车倒车逃逸 结果撞上十吨冲进草丛后翻覆 警方在车上发现血迹 但没有搜到任何违禁品 目前已经锁定特定犯嫌 依妨害公务等罪嫌 持续追击当中 记者中文报道